台湾民政策 台湾民政策 國際認證還不是 聯合國認證台 聯合國裡面的 貴賓習來人 你就是 全世界唯一 代表台灣人的 唯一合法政府 你知道這個 這意思是想什麼意思 可以跟 聯合國275號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唯一合法的代表 中國的政府一樣的意思 你有沒有覺得 有 你如果有這種感情你就要知道 我們現在是政府 而且是美國的正式 我們來認證 我們是在美國合法登記的外國政府的人 拜託 你不要再想說我們是民間組織 我們是這樣 拜託那一拜要來吃這樣最好的人好朋友 你如果在找我 你如果不知道在找我 你如果不在乎 你覺得這幾下意思 你覺得 中華台北 其實不是一個政府 他甚至沒有公權力 中華民國政府 現在實際上在美國的眼中裡面 只是一個台灣治理當局 而且還是民間組織 就是 由美國政府所設立的 所制定的台灣關係法 然後設立 美國在台協會 再由美國在台協會 來管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美國 美國 就 AIT 美國這個 AIT 就是民間組織 公開這民間組織 官方組織 台灣 台灣看 中華民國政府 台灣治理當局是一間什麼 管理公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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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美國的委託 來管台灣的一個管理公司 他不是政府王 他沒有公權力 他有管理權 他是美國委託在管理 來管台灣的管理權 他是一間公司 民間組織 我們是民間組織 我們是局勢 我們是政府 負責 你知不知道 美國人